20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 在空军三重玉村开跑 现场不但有眷村妈妈分享眷村美食 还有眷村童玩体验 以及热闹的表演节目 让人重新回味这五十眷村的美好时光 眷村妈妈回娘家 现场烹调红烧狮子头 宫宝鸡丁等各式拿手招牌菜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场 与美食达人梁又祥 合力制作夫妻废片分享眷村美食 这个不能说夫妻 但是这个上一代跟下一代的成人 你们两个临在一块 我来临 临那边 好 一起 好 市长我们一起看在前面 来 向妈妈砍前面 砍前面 砍到 好 临 OK 好 眷村美食是集合大江南北 也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多很多的妈妈 在当时比较困难的环境当中 用各种凑活的方式凑出来的一桌好菜 所以给我们回想起来 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 我们过去的历史跟文化的资产 2016新北市眷村文化节 在空军三重一村热闹展开 新北市长朱立伦 期盼眷村守望相助的精神 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眷村的精神叫做守望相助的精神 大家都知道 在眷村里面 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们家的孩子 你们家的孩子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不对 哪边有东西就是一起分享 很多事情就一起担当 本来就是这样 这就是一个守望相助的精神 活动现场除了有热闹的表演舞台 周边还有各种童外以及文物展示 让民众都觉得很有趣 还不错啊 而且因为昨天金钟奖 是那个一把青 录为很多奖项 所以我觉得刚好就是有搭上这个 算是那种一把青眷村的那种文化 对 我觉得很不错 带小朋友来 要去 看影片 那你今天要来玩什么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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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玩 好玩 文化局表示 空军三重一村是新北市唯一仅存 保存最完整的空军眷村 预计106年将动工修复 107年完工 成为新北眷村文化保存的一文场域 记者 省州里面会三重采访报道 桶 芳 语